笔电大厂宏基先前因为股价持续破底 让营运话题再起 现在外界传出了 董事长王震堂会在下个礼拜宣布退休 不过遭到否认 另外针对并购的传闻 宏基大动作的发信澄清 经营团队会秉持着坚定的意志 让公司重新返回成长轨道 笔电品牌厂宏基大手笔 找来好莱坞明星梅根福克斯代言 狂杂行销就买气 但还是没能见效 累计前8月营收2405.26亿元 年间16.27% 营运陷入风暴 经营话题再起波澜 法人圈更盛传 董事长王震堂将退休 进而牵动高层改组 第三季跟第四季PC啊 整个已经比较稳定 那Windows 8的接收度慢慢在回升 上半年占整年营业额的45% 下半年大概55% 针对外界传闻王震堂强调 自己目前没有退休想法 希望借此安定团队军心 针对并购传言 宏基也大动作发信告知媒体 进行团队绝对没有并购计划 同时秉持坚定意志 相信公司将重返成长正轨 产业转型成为重要关键 宏基目前要努力的就是维持 市占和力保获利 让第三季达到损益两平 不过先前低润大厂 海力施工厂发生大火 使得低润价格飙涨 恐怕将影响第三季业绩表现 林宋劝复 看不到